豪門恩怨 當然是Juicy啦 大家都很想看看豪門恩怨的 你爭我奪的故事 香港現在這個情況 當然是有很多有錢家族 有這個爭鬥 但是作為一個大家族的族長 我當然要按住了 不要亂來啊 但是你按都按不到有時候 為什麼 因為 始終是很大的利益 你知道幾百億甚至想計千億計的錢 真是動來動去 誰做大佬就算是 差很遠 今天要講一個 豪門恩怨 大家都很想聽的 新世界啊 精彩了 你聽完這個故事 可能你對新世界的股價 或者新世界的家族 有一個另外一番的體會 看看劉定堅如何 串透鄭家臣的說話 從而 又理解他的 行為 令大家會感覺到 喂 劉Sir 你又好像真是看到一些東西 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啊 來來來來我們就開始了開始了 鄭家臣就在不久之前 就 表示到 他說我們家族未有這個家族接班人的 那麼 突然間這句話說出來的時候 全世界震了震了 無論是拍照 排位 又或者安排 誰做 誰位置 諸如此類的東西 大家都清楚了 喂 你不要騙我啦 長子的孫 這個鄭志剛 很明顯就是 家族接班人 對不對 還哪有歌啊 你不要亂搞啦 為什麼突然間你這樣說 沒錯啦 為什麼突然間這樣說 然後 大家要看看 究竟這個故事是怎麼發展 首先我們看看鄭志剛 這位第3代的 豪門子弟 有了所有的 家族接班人的特徵 多有型 有時留了的書 多漂亮 然後還有 K11 叫你做到 好漂亮啊 商場是不是 人家在 我有看的 小紅書 有說 這些K11 商場是全中國最美 沒有之一 多厲害啊 真是 每個人都最美 總之是K11就是最美 那麼 拿了菜啦 為什麼 不行呢 為什麼 突然間的爸爸 被自己已經搞了那麼多事情 一直好像是 大家全世界 你和我都說 鄭志剛 鄭志剛 真的拍了手掌 突然間 不是呀 停一停 他說 還沒有 家族接班人 你害怕嗎 為什麼現在說呢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是 看看這個 吳家族的奇幻的故事 大家就會精彩了 今天就不講股價了 講你家族的事 鄭家純就說 260億美金的這個家族 其實 260億美金 表面而已 還有很多 收起來了 我們認識鬼 我們看鬼了嗎 看不到的 然後 我們沒有接班人的 所以代表了什麼 就是鄭志剛 你 不是 坐定粒綠的 所以大家引起了很多的猜測 在開電視的節目裏面 播了很久了 大家都看過了 他說我中了風之後 都有上班的 多數都是在家裏工作的 在家裏工作不需要去辦公室 有時候就去 但是辛苦一點 未必去 所以 就可以在這個家裏召開這個會議 或者叫鳳士過來 你拿東西給我簽 是不是 那就搞定了 所以他現在 多數都在家裏 就搞定了 對於 接班人問題 大家要聽清楚 記住每一句字 都很重要 我對接班人 有期望的 第一 他必須要 才德兼備 記住 才德兼備 好 跟著 他說 我對這個接班人有什麼看法呢 首先他要對 你對生意有沒有興趣呀 你是不是真的有興趣做生意的 你有興趣先 首先不是你行不行 有沒有興趣先 你興趣也沒有 沒有的 行也沒有用 所以你有沒有興趣 這是家族的生意 不是你一個人的生意 流傳了那麼多 大家的先輩 血汗 然後大家有很多人跟你一起找 大哥 你有沒有這樣的興趣先 如果你是這樣的興趣 他不是說你 是很厲害的 他是說你有一份熱誠 這個心很重要 熱誠做好他 哎呀 做得不好是一件事 但是你有熱誠 我真的想拼命做好家族的生意 要記住 他要的有熱誠 為什麼呢 從一個大老闆 覺得 你有熱誠最重要 為什麼 你不聰明的話 就變得有很多聰明人 請他 對不對 請他過來 給你意見 你決定 就行了 你有熱誠 就要 真是想做好他 開放 給一些聰明人 親近你 你就可以了 這是鄭家純的想法 可能他也會經過這件事 我未必聰明 但是身邊多了一個很厲害的人 他給了好的消息 還要還有一群 那我就好了 明白嗎 所以 鄭家純說了 說了一件事 要 有興趣 第二 有熱誠的心 去做好這件事 這樣 就是 最重要的 然後 還要做到 要成為接班人 做到大公無私 大公無私 這件事很厲害 即是說 你知道一個家族 不是只有他們 還有其他人 阿叔 阿伯 阿堂兄 諸如此類 有很多人 大公無私 即是說 對一些人 應好就好 應差就差 這個叫大公無私 明白嗎 對家族的生意有熱情 這樣才 可以做得好 很奇怪 因為一般來說 阿仔 你讀書聰不聰明 算成績 對不對 成績 不是呀 阿仔 你對 讀書有沒有熱誠 我有熱誠的 從早上讀到晚 不過成績不好 都可以 是不是不同呢 很有熱誠的 踢球聰不聰明 我不聰明 不過很有熱誠 我經常跑步 連跑 然後又看怎樣去頂頭錘 又怎樣練 我經常拼命 這個是鄭家純要求的 因為 這個不是單獨的比賽 是一個團隊的比賽 你可以 賣一些很聰明的人 幫你自己 你有心就行了 有熱誠就行了 明白嗎 要做好他 因為做他 你就會想方切法 你自己不夠聰明就不要緊 鄭家純 可能都會知道 這一番話有可能是他爸爸 鄭月彤的同叔 曾經過給他的 阿仔 你曾經試過 什麼什麼事 但不要緊 我看到你 你是有熱誠做好他的 你做得差 是一件事 但是你有熱誠 所以 家族 鑰匙都是交給你 明白嗎 當然 以前曾經見過鄭家純很多 情況 大家都不是很滿意的 新世界 不然他的估計 現在不會這樣 好 但是 爸爸 告訴鄭家純 我猜 你要接 就要照顧好 這些家族的成員 因為他們是我們其中一份子 明白嗎 第二 你有熱誠 你真的很想做好他 不是想擂街坊 這樣就很好了 明白嗎 不是一定要做得成績好 成績好不好呢 有時候 運氣 很多 我假裝了阿童淑 教訓 阿順興 不要緊 假裝 好 你看到他的心態 你記住 這個最重要 不是你這個就可以 你要有熱誠 你要 對家族 其他人好 明白嗎 這些才是點 當你明白了 你就會知道後面的事情 為什麼這麼大件事 我要告訴你 重點 然後他就說 才德是很重要的 這件事是大問題 才德 中國人很空泛的東西 虛無飄渺 才德 什麼叫才德 跑步多少秒贏就行了 贏什麼比賽 簡簡單單 很科學化 才德 怎麼看法呢 首先要領導才能 你做家族的族主 當然有領導才能 然後要獲得 員工的信任 信服就可以 剛好 因為是上市公司 大哥 你都沒有領導才能 別人不買這些股票 不信你 扔掉你的股票 那就掛掉了 所以這個很重要 然後他說 財德品肯 記住 要一個 善良的心 這個又多一個詞彙 小心點 善良的心 你明白嗎 你記不記得以前 黃炳耀 在圖學威龍 和周星馳說的 善良的槍 你明白嗎 善良的槍來的 哎呀 不是開過的 你不要搞搞他 善良的心 記住 善良的心 對比善良的槍 你明白 什麼叫善良 那麼容易知道什麼叫善良 你想想 要 要品行 要財德兼備 要有 善良的心 這個是 領導的才能 說這些東西的 說領導才能 得行 要好 才德要好 善良的心 好奇怪的 一直都沒有提到說你有成績好聰明就行了 沒有說 成績排在好校 要明白 這位七十幾歲的 阿淳興 他現在 領略了很多人生 叫做已經去到 七老八十 跟著 終於明白了 作為一個家族的領導人 不是這麼簡單的 不是說你有錢 你就 不是的 記住了 你有好的品德 又要 好好地這樣做 沒有私心 又提出了 沒有私心 有好品德 就能夠照顧其他家族成員 你記住 作為一個族長 在 阿淳 現在的感覺就是 爸爸 以前 跟我說 真的 我過去 接受了這件事 做得不好的事 但是 要做得好就是 對其他人好 是我們家族的一個成員 不要把錢給劉定堅 給一點不要緊 我都代得到的 OK 要照顧家族其他成員 明白 隨得兼備 這些 就是純官 要透過 那個畫面 說得清清楚楚的事 要知道 為何他要這樣說 為何要 特別說出來 一會兒 你就會知道 很精彩 我觀察到 現在不是很容易找到 密色的 繼承人 大家說 鄭次光 你現在突然說 我看來看去 好像看不到 有一個什麼人 那個人經常在你隔壁 你又把他升職 做CEO 你說我看不到 他是不是很搞事 透明的突然 鄭次光 你明白嗎 好像這個杯一樣 他明明就放在那裡 咦 我看不到 我沒有了這個杯 這樣啊 你明白嗎 現在是這個情況 鄭次光 真是情何以堪 鄭次光在那裡 看不到我 接班人 多搞笑 這件事真是重要 他簡直就是這樣跟你說 他現在 覺得未必需要找 接班人還要這樣說 明明整個東西放在那裡 鄭次光在那裡 做了那麼多事 40多歲 他說我不一定要找接班人 你現在的生意很廣泛 很多東西 什麼都試獵到 所以如果不行的話 我就出去找 非家族成員 去外招聘 這裏 其實 言外之音有幾樣東西 當然要針對鄭次光 很肯定的 現在不用看了 然後還說 喂 我可能會在外面招聘 外面招聘的意思 即是說 外面有很多聰明人 對不對 找個蠢一點都可以的 然後撐住 然後 你有熱誠就行了 是不是 有熱誠 既然 在外面請 不如你找回 可以的 在外面的人幫 那麼一鬼樣 有分別的嗎 因為聘回來那個 到最後 你都可以決定 除非炒了他 對不對 就是這樣 最多你說不是一個人負責炒 幾個人就是負責炒 那麼一鬼樣 好了 然後 他說如果這個 家族族主 接我的位置 做得不好 會影響下代 這個就是厲害 因為為什麼呢 一個 鄭家純 他去到這個位置 這個歲數的時候 他要想 最重要的 家族如何成全下去 他就在這個範圍裡面很明顯說了 我希望起碼可以成全多幾代 這是鄭家純現在 最重要的 情況 如果有聽過 鄧小平的故事 為什麼會最後習近平 會接任呢 是因為鄧小平 發生了六四事件之後 就說 哎呀不是啦 我們都要找一些 根正苗紅 紅二代 紅三代 接位才可以 為什麼呢 糟糕 你找了那些 有什麼事的時候 他們不會補回我們以前的祖宗 因為這些 純正 下去 但是他們會抓緊 那你真是的 習主席 上了台之後 真是 不忘初心 你以前江澤民那些 怎麼會說不忘初心呀 只有 習近平會回回去呀 阿爺 太公 有沒有那麼遠 沒有那麼遠 上一代 明明就是初心 就是要做好共產 所以 一個人老了之後 去到要存衛的時候 他會想這件事 因為他覺得這是什麼 他最大的責任 股價升升跌跌 你怎麼知道 突然間 可能有個浪出來 又升了 對不對 很多東西 但是他有個責任就是 交棒 對不對 這個是重要的 所以他一定要找一個 財德兼備 是他已經想通 就好像同叔那樣 交給他 是的 當年他是有錯 做錯了 就是 突然間接了位之後 就 賣東西 搞到同叔 後來 跟他搞定了很多東西 出來了 你是做錯了 但是都是你接位 因為為什麼 你有熱誠 你 真的想家族好 你只不過是 不夠經驗 不是代表你不適合 明明意思 因為最重要的是 才得兼備 你 又會願意 將一些 家族的成員 照顧得好好地 這個才是最重要 而不是說 我們的家族 真的一定要 發發發發發 賺很多錢 不是的 因為 很多東西 要看看時機 合不合法 不合法的時候 就沒辦法 所以 鄭家純現在 年紀老了 他就開始 虛竅 明明 這些東西 又或者要表達出來 當然 家族的繼承權 通常都是 香港的家族 有很多問題出現的 你知道 澳門 賭王 過身 然後 大家爭身家 還沒過身之前 也是爭的 霍英東也爭的 每個人都爭的 李嘉誠 好像沒有爭 現在還沒過身 不知道 總之 經常都搞得 對駁公堂 很麻煩 所以 這個 鄭家純 鄭家純 當然 小心 要安排好 因為 這就是 爸爸交給我的責任 我做好我的生意 是另一回事 但是 交好鵬 也是最後一個責任 必須要做好 我想當日 阿彤叔 交鵬給他的時候 他都會跟他說 你記住 你除了做好些事情 你記住 交好鵬 因為這樣 我們的家族才會延長下去 對不對 沒得撐 這個就是 大家族 的情況 好啦 那麼 又說這個訪問的時候 那些子女 不太清楚 所以他是突然說出來的 告訴大家 那麼 先講講鄭志剛的學歷 上次已經說過了 哈佛大學 44歲 鄭志剛畢業 那麼 現在是新世界發展的行政總裁 那麼 這個就是旗艦啦 他全都搞了 然後還有一個43歲 鄭志剛的妹妹 鄭志文 43歲 那麼 管理了桂麗酒店 和周大福珠寶 上次說了他做得不錯 成績是不錯的 相對這個 鄭志剛 那個新世界發展 是好很多 亦都可能是地產的問題 又不能夠完全 怪了這個鄭志剛的 這樣 而76歲的鄭家純 最主要是拿著那個控股 就是這個 周大福企業的私人企業 所以 都是他話了事 就是這樣 好啦 那麼 當這個 大家會想一想 為甚麼童叔搞這些事情 突然間搞來搞去 搞來搞去 轉來轉去 明明好像鄭志剛已經決定了 大家根本一想也不用想 突然間他竟然說還沒決定 又說甚麼才德兼備 又說要 是一個好人來的 要照顧家族 那麼多話說的 搞甚麼呀 純官 你 似乎有些事情想暗示一下 然後突然間 隔了幾天 那麼 鄭家純 就 突然間 就把這個新創建 就來一次大執行 新創建 只不過是拼入了這個 實質的發展 原本只是一個小公司 那麼他是甚麼呢 一直以來 鄭志剛 這位大兒子 他有個 弟弟 叫鄭志明 但鄭志明 一直不在公眾眼光裏面 因為所有的最焦點都擺在鄭志剛 拍照也是他 出來開會也是他 學歷也好 甚麼都好 有英俊 甚麼都是這樣 老實 我不知道鄭志明會否會益一下我 但是我實際上 我也是這樣 去挑戰他 相對來說 在外形裏面 鄭志明和鄭志剛才好 鄭志明是一個普通人 很和愛可親 但是鄭志剛就很帥氣 第二代的樣子 兩回事 而這個新創建的公司 其中一間 鄭志明 就 原本就是 這個 是 執行董事 他在2009年鄭志明這位弟弟已經是做 執行董事 這個 新創建 當時的人就覺得 鄭志明這位弟弟 就負責 新創建的公路業務 那些東西 就給他搞啦 分家啦 就是 給你一塊 公路的東西 便宜的 小小的 給你呀 大哥 大哥 搞這個地產 大的是他的 妹妹 搞這些珠寶的東西 大家分成為酒店的那些 你最狠辣、最厲害的那些 就給大哥搞 很正常的 為什麼 突然間有一個 轉變 突然間就說新創建的 啊 就找了這個鄭志明來 去做這個CEO 他原本只是做執董 突然間 訪問完之後 訪問完之後 說未有這個接筆人之後 突然間就把這個鄭志明的耳朵 放進去 做這間 新創建的 CEO 原本的CEO 就是這個 大仔鄭志光來的 也是他作主的 實際上 就轉了去做 非執行董事 非執董啊 基本上就沒有權力了 非執董的意思 即是沒有理會的 非執董的職位是低於執董的 即是 比以前的弟弟更壞 弟弟坐在自己的位置 接著他 就坐不回以前的弟弟的位置 還要再坐低一點 意思是什麼 即是沒有理會的 你 移開 閃開 這樣 很明顯的 將這個 新創建的這間公司 徹底交給鄭志明 負責 好啦 接著就要看一下 這個鄭志明 就出現在記者旅遊會 我是做CEO 那他怎麼樣呢 他從來都很低調的 極少極少主動回答 記者的問題 除非記者說 指定是鄭志明回答 但是不是很少的 他就執董了 疫情期間 就直接拙跡 這個記者旅遊會 這一個的鄭志明 完全是沒有出現 即是說 大家都忘記了有他 雖然叫做執董 但是 沒有位置 只不過 掛個名字 哪有身份的 這些最重要的 見一下 記者 股東 全部都沒有你的份 所以說執董 隨便吧 執董也好 什麼董也好 其實都是 沒得懂 沒得你懂 你走在一旁 好了 他現在升職 跟著 這個大哥鄭志明 被公告 被公告 就說 報告出來 因為鄭志明要投多點時間 去其他業務 所以他就不可以做CEO 這樣就說完了 跟著說 小朋友來 這樣 記住 非常之 突然的 沒有人猜得到的 突然就是這樣 從今以後 新世界 做地產的 就加了給大哥 一直做下去 這個新創建 就交給弟弟 鄭志明 鄭志明 一生一世 第一次正正式式 做一間公司的CEO 咦 理解 2024年1月1日開始生效 咦 好了 終於開這個記者之略會 鄭志明就在記者之略會裏面 坐在中間 一生人沒試過 第一次 好了 跟著呢 他就 很有心機 聆聽啊 員工啊 那些意見 等等 就告訴 我們兄弟姊妹之間 很和睦的 沒事的 這句話才是正的 好了 跟著 因為他是 CEO 今天是神太治藥 記者資料位 就坐在靚位 然後出場 你只要說第一句 他說五年過去了 終於可以和大家見面 神太治藥 對答如臧 真的 非常的自信 這一句話 大家記住 記清楚 一會兒跟你解讀 五年過去 終於可以和大家見面 我們做編劇的 對於對白很重要 尤其是 第一句 你 等了那麼久 才 坐到這個位 第一次做一間公司的Head 你第一句說話就說 五年過去 終於可以和大家見面 很精彩 好了 跟著鄭哲明就說 我也是大公仔 我不覺得我自己是老闆 而作為公司的領導人 一向都要實事救事 對事不對人 所以我會 接納很多方面的意見 聆聽每位員工的聲音 相信爸爸都是這樣的心態 我也是學爸爸的 有什麼決策都是團隊的決定 因為我們要跟股東交代 真的 從大陸的說法 肯有打癡 很大氣 真的 氣派不同 第一次見記者知道會 第一次做Head的見面 你講話 真的 挺得體 好了 然後 記者就會說 家族接班人 你爸爸說要財德兼備 鄭哲明就回答 我自己當然是財德兼備啦 沒有人會說自己不是的 正所謂 沒有人會說自己是醜樣一樣的 你看 有自信 以前 又不見你那麼自信 對不對 這些升任做CEO的事 是 一早安排了 大家不用怕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安撫一下大家 總之 不是一枝不易發生的 都是這樣的情況 我們兄弟姊妹之間沒有問題 大家不要亂想 很和睦的 這個就是鄭哲明的 開場 在第一節 看到 街坊父老的記者 去表達 好 先看看這一位 很得體的鄭哲明 第一節出來的 脆脆脆脆脆脆的 沒有個歌那麼有型的 這位新的接班人 在這個 新創建的 究竟他的背景是怎樣 他就說 他大學畢業之後 去了李昂政權 那裏做的事 跟著又去做 即是做了新創建的執董 大家知道 剛才說了 跟著就要負責一些基建 拼購業務 又去做過文鋒的 控股的非執行 董事 這些沒什麼 只是給他一些經驗 但是有一件事 記者很清楚 這位的 二少爺 是沒有什麼 豪門後代的氣焰 完全沒有 不是那種感覺 他在2005年讀書 在馬薩 珠塞州 巴布森學院 我這樣看這家校 我不太熟悉了 不知道大家的網友 懂不懂 我還沒上網 去搜尋他 我這樣看 應該不是超級名校 我想不是那麼厲害 大家可以給我一點意見 我感覺上 他的成績 比他哥哥 差了一段 所以一直以來 他似乎大家就覺得 你不是做一間 小公司負責 負責 他哥哥做大事 就是這樣 姐姐 鄭志文也做大事 你就 走到一旁 沒有你份 大事 應該是這樣 然後大哥接班 不是 好 說了那麼多情況之後 我就開始問 為甚麼 鄭家純 突然間很高調地 要接受自己的電視台訪問 你明白嗎 我會覺得這樣 因為 這個鄭家純 他要 扭轉一些東西 因為 一向以為大家都認為 鄭志光這個大兒子就是接班人 如果他不走出來的話 你 一定要交棒給他 因為為甚麼 你不交棒給他 交給別人 突然間會震撼的 無論你交給外人也好 或者是別人也好 即是家族其中一個人 一定會震撼的 那你有沒有股價有問題 你明白嗎 因為大家都想著 Expect是這樣 突然間不是這樣 你以為玩嗎 你以為現在 拍電視器就這樣 好像康熙那樣 突然間 你不是你 是你 接我的位置 不可以這樣啊 大佬 一間公司這樣 有其他人拿你的股票 會動搖的 信心崩潰 所以 鄭家純是有需要 有必要 在這個時候走出來講清楚 令到大家先有一個心理準備 提前放下風 美國人都是這樣 先放下風 明白嗎 好了 第二個 重要的問題 大家可以想想 這次的 鄭志明事件 訪問事件 發生在 鄭家純 中風後 你想想 你是一個超級大家族 數以千億計港元 的 繼承人 你是一個族主 現在要找一個繼承人 喂 你已經中風 中風是代表甚麼 中風就是代表你 沒有多久 對不對 因為你可能生命都可以延長 但是 你的腦筋有些問題 因為中風嘛 當然是腦筋有些血管 那麼有兩個可能 第一個可能就是 你可能要 提前退休 對不對 即是壓力不了那麼多 那些決定 即是壓力你受不了 要找年輕人受不了 第二 可能會突然間有甚麼事 過身的事 有些股東害怕 剛剛外面被人抓你 哇糟糕了 突然間有甚麼事 那為甚麼誰負責 喂喂喂喂 是否亂了 那些股東害怕 所以 鄭家純 在中風之後 他就 真的 再三細思想 喂 不行了 要做一些事出來 因為 他的健康很明顯已經 不能有時間再等下去 所以他一定要 清清楚楚 告訴所有人 喂 我有甚麼計劃 新世界 整個集團 是會怎樣的 這一件事很重要 中 風後 當你中了風 你就要去面對一個現實問題 你已經 面對可能隨時發生的意外 再有甚麼來 喂 你的身體虛弱 那你就完全失去 控制這個家族的能量 所以 在你中有能量的時候 你要 清清色色表達好 和交好棒 這樣才行 我肯定童叔告訴你 童叔也是 交棒給 鄭家純的時候 他還是清醒的嘛 那你才不會有紛爭的嘛 原來 你已經 中風了有甚麼問題 搞不到了 那你就亂了 你那時候已經沒有分家的能力 不可以指派誰了 那就大件事 即是說 童叔交給他的棒 他就交不了 純粹因為法律定甚麼 那這樣就不行了 好啦 那跟著 你又想 為什麼突然間會說到 接班人是才德兼備 要照顧家人為甚麼呢 鄭之光明明已經OK了 大家認定他是接班人 你這樣表達 真的很老實 另外一個意思就是 原本我找那位 你們都認為 他那位叫鄭之光先生 不一定配合 這個叫財德兼備 如果是的話 沒話說啦 有甚麼事就繼續就行了 是不是 寫定了 那些東西 突然間說出來 阿仔 你就坐我的位置 是不是 突然間跟別人說 其實坐我的位置 你要財德兼備 撐他 就說他不財德兼備 你知不知道 過度別提 是不是 對不對 我兒子好 沒得撐 當然是這樣說 對不對 突然間說 要財德兼備 要財德兼備 就說你不是啦 你坐甚麼 懂得聽 糟糕 不財德兼備 後面那些東西 就會出現的 記不記得 剛才他說 除了財德兼備之外 還要是會 要有心 有善良的心 好像善良的槍 善良的心 哇 大件事 就是說 那個大仔 鄭之光 你認為他 沒有絕對的善良的心 明白嗎 然後 要好好去幹 沒有私心 你即是說他有私心 還要有好的品德 即是說他不夠有好的品德 哇這幾個是重罪打到鄭之光 誰都聽到 所以之前他不說 他不告訴他們 我就直接說了 這件事是很大件事 因為一個族長這樣說出來 即是說了 原本大家 想著 去繼承他那個 有問題 包括 他不能夠好好去幹 他不是一個 沒有私心的人 他不是一火善良的心 大件事 不是 才德兼備 品德 又不是完全 他不是大公無私 哇這大堆東西真的是很嚴重的問題 很老實 他沒有直接指 你不是這樣 但是 兒子呀 你一定要有這件事 你才能得到這件事 那你現在不給我 你現在 你一定要有這件事 才能得到這件事 你明白嗎 那你現在沒有了 明白嗎 就是這樣 就給了你 就是這樣 好了 為什麼要這樣說 我解讀給大家聽 看到這次新創建的 轉變 我認為 很嚴重的問題是什麼呢 突然間這樣說是因為 在過去這麼多年 這個鄭志明一定是已經做執董了 而擺了這個鄭志剛去做這個CEO 在鄭家純一路眼睛去看 鄭志剛沒有提攜到的弟弟 你明白嗎 你也做了這個新世界的發展 地產那裡大了 這間這麼小的公司 雖然他 只是做執董而已 但是其實我想他上位的嘛 我也想個弟弟好的嘛 因為要大家每一個 家族的人 就不是說你是弟弟 我就是怎麼對你 而是大家好是不是 你要幫一下他 他不是他沒有 所以他一直都沒有 沒有會面 明白嗎 而這孩子一出來就說 咦 咦 大家很久沒見了 五年了 我終於可以和大家見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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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嗎 這件事 很嚴重 在過去那段時間 你會猜一下 你會想一下 是不是有人按住這個弟弟 讓他不可以和大家見面 明白嗎 弟弟自己知道 弟弟不出聲 大哥都不出聲 老爸出聲 老爸 冷眼旁觀 大哥 沒有照顧到弟弟 如果照顧到弟弟的話 神祖 就移到他上去 弟弟你不夠 你要出來的 你要代表公司 來來來來來 你呀 然後再升 一直推他上去 你有什麼不行 當我不行 弟弟你上來 這些叫做照顧 家人呀 對不對 你是大哥嘛 你行呀 你就撐我弟弟上來 那你為他好嘛 你就是 才德兼備 明白嗎 就不自私 就沒有私心 咦 怎知你做了 這個新世界發展 在這個新創建 一路紮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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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不出聲 那就是什麼 就是中了 鄭家純說的東西 鄭家純一中風想想 不行呀 我們的家族 這樣搞下去 這個人 今天對他的弟弟是這樣的 日後怎樣 他拿了所有東西之後 還有 得到的 你要記住 後面有個問題 他說有什麼事 他可以 找外面人 其實為什麼要找外面人呢 記不記得 鄭家純有個弟弟 鄭家純 為什麼不找鄭家純 或者鄭家純的後人呢 他們也有的 是不是 想都沒有想過 他 就會問自己 我 雖然沒有給鄭家純 當日爸爸給了位置 我沒有給鄭家純 他就認為我是 才德兼備 是不是 又 照顧了家人 他答應了他 所以你見鄭家純 在這個 集團裏面有位置的 他的家人在下面 都有位置的 他覺得他照顧得很好 這個是 鄭家純心裏面說 OK 但是他很擔心 這個 鄭志剛 他看了那麼多年 成績是一回事 但是他覺得這個人 這個兒子 他未必會照顧 不單止是鄭志明的弟弟 還 是 阿叔 鄭志剛 以及他下面 那些兄弟 那些弟弟 對不對 這樣才是 照顧家人 是很重要的 照顧家族 很重要的 有心 你 要大公無私 要照顧 其他人 家人來的 一族人 這樣才是可以的 這個 鄭志剛 100% 在這段時間 鄭家純會想到 會看到 他沒有這個情況 他可能是聰明的 他可能是聰明的 我不知道 看他的成績 就不算聰明了 你可能會說 什麼什麼 算了 不講解釋 但是 我很肯定鄭家純 對 大兒子鄭志剛 他這麼多年來 去到四十幾歲了 你 無論做事 聰明不聰明 但他肯定 達不到他要求的 就是 他會看著 那些弟弟妹 給他機會上 反而 他可能 有什麼動作 壓低了 二太子 明白嗎 這就是 劉定堅的解讀 這就是 最重要的位置 而不是其他 那好吧 又看回鄭志明 為什麼他這麼信心 突然出來說那麼多 我告訴你 我百分之一百認為 鄭家純 在他 鄭志明 走出來之後 他見過他 跟他談過 密解 告訴他 這是你的機會 可以成為族主 你有機會 繼承我 好了 他不一定會說你 他有什麼事 但是 小朋友會聽 小朋友會聽 40歲的大哥 傻了嗎 於是他才有自信心 為什麼 他說 他所說的東西 全部都是對應鄭家純的 就是 我要服眾 又要聆聽一下大家 我們全家人很好 當然啦 要照顧嘛 爸爸說要照顧家營 我是會的 你看 你的兒子 一直以來 機會不到自己 那就沒辦法啦 爸爸說要長子 乖乖地坐在自己的位置 做好自己的事 哥哥不讓我上 我就繼續坐在那 不要那麼瘋狂不勞 為什麼 日後可能是哥哥去負責 派一些東西 他很忍得 我不知道他聰明不聰明 亦都需要時間證明 但是他一定很忍得 很有忍耐性 這個聰明 如果這樣的人 繼承家族的事業 他起碼 有緣言 有能耐 如果他真的能夠 讓父親看到 他是 可以照顧到大家的家族 這個就有機會 你要記住 鄭家純說了 我不是要你很聰明 我要你 才得兼備 所以 這個義太子走出來的時候 鄭家純說 我當然是說 我是才得兼備的啦 是不是 我當然是說 覺得我OK的啦 我為什麼要說 自己不行 另外一面就告訴他 我都需要 爸爸看到我真的可以 我要 等他 去 approve 的 他 approve 了我 我就 OK 所以這個 新世界 從我的角度來看 鄭子江玩完了 從我的角度 鄭子江玩完了 沒有可能 因為已經看了那麼多年了 鄭智明 非常之有機會 如果你讓我買 我就是買鄭智明 這個女兒 可以繼續做他自己 周立福那邊的酒店 但是整個江山 我非常之有信心 這個鄭家純 是會 給鄭智明的 他看了很久 尤其是這次的 中風 他 作出了很大膽的決定 這次的記者招勞會 其實是告訴大家 我已經準備交給鄭智明 但是 他也要有 表現出來給股東體育 所以就交了這個新創建給他 希望他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那就OK了 但你記住 鄭家純說了 你聰明不聰明 不是重要 最重要是 才德兼備 那OK的 幾年時間做才德兼備不難 對吧 你才德兼備 你就做族主了 明白嗎 好了 這次講了這個 新世界的 很精彩的解讀 希望 你又給一下意見 看看認明我分析得好不好 你又會想一下 究竟這個 這麼有幾千億的一個 大家族 會不會真的日後 變成 劉定堅所說的方向 鄭智江玩完 鄭智明 哪大佬 哪族豬 你看看我估得 合不合 記住 免費訂閱的 要訂閱 訂閱訂閱 還要Subscribe Share 給你 喜歡的朋友 OK Bye Bye